好 當然國際間的焦點來關心 中國疑似又發生暴復社會的案件 湖南在當地的永安小學 在今天早上傳出的汽車在門外 竟然充放學生 央視甚至報導說 事件當中有多名學生受傷 目前具體的傷亡情況人帶了解 那據了解當時是有大批的湖南小學生 在街上驚慌的逃跑 只有學生手拉手 是一個拉起了 躺在地上女同學還大喊救命 這名男者他疑似為了暴復社會 在湖南開車衝撞上學的小學生 咸豐最後也被群眾合力給壓制住